我们试试看这些动物 这些是其中一种 类似蝗牛一样的动物 但上面就像变形虫一样 这些是南极和北极共同有的生物 另一种你会看到 好像有翼的一个物鱼 另一种你会看到像甲虫的 类似蝦的生物 而这种更像有角的蝦 这种现象很明显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原来这种的升频 是按着那个地域去选择 和制造那类的生物 它组合出来就会制造那类的生物 它控制他们的量 控制他们的平衡 并且控制他们哪个DNA 开和删 事实上这个已经在最近 在2006年 一个持续了36年的研究 已经证明这个现象 这个实验就是原来在36年前 一批科学家 将一种意大利的蝦蜥 就是这种蜥蜴 它尝试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就是说将这些蜥蜴 在1971年的时候 在沙漠移居五对的蜥蜴 去到一个能够吃蔬菜的地方 因为在沙漠的时候 这些蜥蜴是根本没有蔬菜吃的 只是吃昆虫而已 它捕捉其他昆虫去吃 吃蜴蜂 这些蜴蜴 这些其他的草蜂 那这样的 在1971年的时候 他们移居了之后 接着在2004年的夏天 2005年的夏天 和2006年的夏天 他们回去这个岛 充满蔬菜的岛上 去尝试捉回他们 因为繁殖已经生育更多 捉回他们 然后查询回他们的DNA 发觉绝对是36年前 移居去的这一批蜥蜴的后裔 但是当他们查询他们的蜥蜴 发觉他们已经从蜥蜴变成食菜了 他的下额 他的头 他的内藏 包括他的消化器官 全部都改了 就是短短在36年里面 这一批蜥蜴 因为去到不同的环境 他竟然身体里面的DNA的制 开同生变了 他变了另一个品种的蜥蜴 这个就是他的内藏 发觉他们对比的时候 他的内藏生出一些器官 是以前这种的蜥蜴绝对没有的 因为这种蜥蜴的祖先 仍然在沙漠中 随时可以找到 可以对比得到 而他们产生有这么多品种的样子 食菜的蜥蜴 而并且他们的行为全部都改了 他们没有攻击性 不会守回自己的地域 本来这些要按着达尔文说的 最少经过几百万年才可以变成的 就是在我们眼前36年里面 只要一转地方距离就变成 但你要记住 是36年之后才做检查 但这些蜥蜴绝对没有一条可以长命到36年 但最初那五队怎么生存 如果去到的时候他不是立即变成 即是他用最慢的时间 有科学证明给你看到 他36年已经可以变成 他生的下一代已经是这样 但最初五队如果不能够适应 一早就死了 现在他们发现最快演变的蜥蜴 是在那一代当中自己变成 已经 因为在2006年11月18日 他们出了一份文章 那个文章里面 就是他们对这种 这种蜥蜴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竟然发现 这种蜥蜴 在现时我们这几年 他们已经做到另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蜥蜴放在不同的环境 他即时变成DNA 即时变成DNA 也就是说几百万年内 会变成的事情 他在几天里面做给你看 就是怎么样呢 就很疯狂了 就是他将这种蜥蜴 放在新环境 放在新环境的时候 他发现第一件事 就是这个蜥蜴短时间当中 变形 好像变形金刚一样 他变长了一脚 去跑 去跑 因为他特意把蜴蜴放在 有捕猎的动物当中 在那里 好了 故事不是这样完 他长了一脚去跑 最初是可以的 但其实跑一跑 其实也不够人快 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下一步 他再变一次 就是把蜥蜴变短 让他爬到树 脚骨全部都变成了 在这两年 我们现在看到 在我们身边 竟然是已经有这样的现象 他将他的蜴蜴变短 适合他爬树 结果他爬树 去避开那些动物 而进化 变成另一种形状的蜴蜴 就在我们眼前 一样 这种变化 按着达尔文说 要几百万年 但现在发现几百个钟 达尔文那些是什么 是垃圾 根本是用来读小学的这些课程 都没有读得通的一个理论 我们很明显是被创造 而这个创造的力量 是可怕到的阶段 是可以将一些蜥蜴 放在不同的环境 而那个蜴 因应那个环境 将蜥蜴里面的器官 消化器官去改变 因为他知道这个环境 是多了些什么 多了很多的植物 但是没有很多昆虫 原来这个蜴蜴 可以去到一个阶段 是有智慧 是有设计的出现 而并且他一直在我们眼前 在改摄基因 但是这个改摄的现象 就是短短现在这几年 是超频地发生 很多科学家 已经在他们的研究当中 已经一次又一次可以说 不断去打破 一直建立了这个 所谓进化论的理论 第五点 关于现代科技 已经证明 升频创造这个现象 高频是可以创造生命 并且是将我们的DNA 改变 将它的信息传递 已经是一个 铁一样的事实科学 这是由铁石康的博士所做的DNA 变形频率的实验 就是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但这个实验最主要就是证明给你看到 DNA的信息是真的值着频率下 去制造、塑造、改造、维持它 他们做了这个实验 做了这样的设计 这是一个五角形的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 简单来说 就是在绿色的位置 放了一只鸭 它放了一只鸭 这里是一个微波炉 微波炉的原因 如我所说 其实是用高痕底下 去激活了这只鸭 当然不是将它变成烧鸭 它只是激活了它 所以是很微的微波 去打到这只鸭 而整间房间是密闭 但是只有这五个位置 是藉着这些铜管 将这个信息 就传递去另一间房间 另一间房间 在绿色的数字 这个位置放了一只鸡 但是鸡是有鸡蛋的 换句话说 这只鸡本身有一个蛋 在肚子里面孕育 他们发现 就是当微波炉 开着了一会儿 击发了这只鸭的DNA 然后藉着这些铜管 将DNA的信息 照射到这只鸡里面 这只鸡蛋竟然有鸭的形状 即是它的嘴是扁的 它的脚是有扑的 就出现了这些物品 这个实验已经证明给我们看到 我们的DNA的信息 根本是借着频率去改变 借着频率去传递 这个很明显已经是一个真实 并且借着频率去维持 所以现在神给我们这个声频 是托着万有的 就是真的 借着神权能的话语 去托着万有 是真的 而实际上 我们的DNA继续成形 继续维持着这个形状 都是神的话语 神的声频去维持着 只不过去演变的话 都是神的声频去导致的 而这些干预了频率的这些实验 已经一个又一个证明 就是马连力所说的声频是真的 它会改变生命 并且它存在 并且它有一个循环 全部都是真的 而实际上 就算我们现在放眼去看 这个银行系 这个宇宙 我们看看蝸牛的旋转 全部已经证明 这个声频一直在我们身边存在 不过就算我们计算用的常数 我们所识的所有资料 全部都不解释给我们听 那样是什么 虽然真正去理解这些资讯的人 就像我们所说的 不是定理 都是来自当时的 最早期的这些人 他们很多这些常数 都不解释给我们听 是为什么 那这个就是 提示刊他的研究 那就是 有500只这些鸡蛋 给用鸭的这些声频 去设计过之后 有480只可以诞生到 即是可以呼到鸡鸭混合种出来 有80%就已经是 有一个又扁又像鸭形状的头 90%他们的眼睛位置是转了 接近似正鸭的 25%呼出来的蛋 他们在脚趾与脚趾之间 是有鸭的扁 这个就是他们做了的 500只蛋里面 有480只证明 这个实验是真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近代他们一些资讯 这个是BBC新闻 都说人类的进化 是正在加速的 第六点就是 其实就好像 这个大学里面的 John Hawkes 当他研究人类学的时候 他说到关于 我们现在所说的DNA 是不单止是快 比5000年前快100倍 其实他说的是 过去的4万年 他说我们在过去的4万年里面 他说我们是超级充满的 即是超级比过去过百万年 或者过千万年是不同的 他说过去4万年当中 我们的DNA 是给了一种能量 超级充满的 使他一路 人类的所谓进化 是超级的加快 如果要用进化 这个字形容 但其实如果我们 很明显是被星频影响 根本就不可能用进化 应该是用设计 或者创造去形容 但他说到过去的4万年 是特别不同 正是跟马亚年历所说的现象是一样的 其实是不断不断 只不过他对近这几年的认识 是不像我们现在看到 新近科学的时候 近这几年 蜥蜴的变化 我们说的是鱼的变化 我们说的是星星的变化 都不同 事实上 亦有一个研究 他们发现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明显 人们的智商意识是在超频 为什么? 因为原来他们已经在IQ Test 是做了一百年的统计 原来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他们在二十个国家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在过去一百年里 我们人类的意识 是每年都在递增 就是说每一个小孩的IQ 是高过他的父母 在过去一百年当中还没停过 而这个现象叫做Thin Effect 而这个Thin Effect 他们发现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最有趣的是 竟然他发现在这个进步当中 如果以IQ来说 他的进步也不是明显 原来按着科学研究当中 过去一百年当中 人类的什么智商进步得最快呢? 谁想知道? 竟然他们发现 就是对抽象的东西 创意、直觉和灵感是进步得最快的